YES 丟了笑完就去啦 YES 笑完就去啦 壓抑很久喔 太爽了 要去哪玩耶 要去哪玩 重要的是 我要帶啤酒 還不行吧 可以喝啤酒嗎 家長不會跟啊 不行啦 沒有 我帶去主機 啤酒機 對機 你怎麼把我想那麼壞 來啦 我要帶高粱 高粱 可以嗎 灌香腸 董事 不要一直這樣侮辱我 好 今天要討論笑外教群 太棒了 老師是不是 代職呢 還不來 上課囉 老師來了 老師 加油 老師來了 我的老師 他家力好大喔 叫校警快點有神經病 有點尊重一下 好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就是你們今天的班導師 永烈 那我本人 從事這個旅遊美食節目 已經四年了 然後跑遍全世界大約三十五個國家 重點是 年輕的徐浩平喔 髮型有點像 年紀還是跟他有點像 髮型有點像 你的那根徐浩棒耶 哈哈哈哈哈哈 但重點是喔 跑遍那麼多國家 嗯 英文還是爛到爆 所以等一下有那個語言的問題 不要問老師喔 老師重點是在旅遊這一塊 老師我們的校外教學就靠你了 希望好不好 反正今天就是啊 因為要本校舉辦我們 第一次的校外教學 所以想要派我來跟你們討論這個 你們夢想中的校外教學 應該是怎麼樣 好 那討論之前有沒有 同學想要問老師的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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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剛剛有說 你去過很多國家嘛 可是因為現在疫情 你沒有辦法出國啊 那如果疫情結束之後 你會想要去哪 想要去哪 唉我說實在的 我覺得這個啊 跑遍世界這麼多地方 我覺得跑來跑去啊 還是回頭看 我覺得自己成長的這塊土地 出生的這塊土地 才是最漂亮的 我還是最愛台灣 我老師有要第一選嗎 最近有接到政府的 台灣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啦 然後我推薦 我最近還滿喜歡去的一個地方 離我們其實也很近 在這個台北的大稻埕碼頭 喔 因為他這幾年 他其實弄了一個貨櫃市集 在那邊 他其實還滿不錯的 那像我平常六日的時候放假 我都會帶小朋友 因為我家住永和 我們會從河堤那邊騎腳踏車 然後騎到大稻埕公園 差不多一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剛好到那邊 我們會欣賞日落 因為他在大稻埕碼頭的時候 你往對岸看 你會看到那個 三重的河岸景觀 然後他其實加上日落的時候 他看起來很像什麼呢 很像紐約曼哈頓的天際線 有一點內施那樣子的感覺 沒去過 對啊 我去過 好好喔 很漂亮就對了 很漂亮 老師我想問你喔 像你本身就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你常常出國旅遊 那假設你要跟家人 也要去旅遊 你會不會覺得反而 很像在工作 會不會 就不想旅遊了 其實不會 我覺得因為工作跟旅遊 其實還是有差別的 因為你有出過外景 你也知道嗎 反正 沒有啊 我跟心態不一樣耶 沒有啦 我朋友啦 因為 出外景的時候 通常製作單位其實是 因為要省情嘛 尤其是出國 因為出去 每一分鐘 每一秒鐘都在燒錢 所以那個行程 都是排得很滿的 比如說 早上六點起床 七點吃早餐 然後八點要去哪個景點 然後看什麼看什麼 對 有時候甚至排到凌晨 才能回來飯店 所以那個行程其實是很累的 那你說我們自己私底下 出去玩的話 其實那個就是 比較放鬆的行程 回來才休息的 有這種問題 你好像還在那個網路上做 現在開始轉帳網路了 對 我反而在網路做 反而我覺得跟在電視台 做旅遊節目才那個 那會不會更累耶 因為好像你們的資源 都要自己去找 我覺得累是累是在 終極這個部分 對啊 對 因為以前有電視台撐腰啊 你那個外景車也是公司派的嘛 機器幹嘛也都是用公司的 那現在我們自己做的話 機器自己要花錢買 開自己的車當外景車 然後我們也沒有錢 可以請什麼攝影助理幹嘛 我們全部都是攝影助理 攝影師拍完之後 自己扛腳架 然後幹嘛的 對 然後自己扛到身上 然後自己開車 聽起來很心酸 光也都自己打這樣子 對啊 就一個人要分事多角 應該比較自由吧 對 相多比較自由 但比較自由啦 這是倒是真的 就是你在自己的節目 尤其是在網路上面嘛 對啊 你講什麼 我看過 我喝了 你講江湖 不一樣 而且我看喝了不少喔 哎唷 同學有在看喔 有在看 誰是在喝的 很開心啦 但是這個老師辛苦了 對啊 是蠻辛苦的 就是跟以前電視台比起來 那個資源是差很多啦 對啊 希望有些後輩喔 好好學習 對啦 好好學習 別讓告悅 老師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是最近很多人在討論就是 外景主持人的 吃相的問題 關於吃相的部分 我想看就是 前輩的吃相 這個新聞我剛好也有追蹤到 因為剛好那個藝人 我有跟他合作過 我在這邊要替他講一句真心話 你真衰 我要講一句真心話 還真的有過難看 老師啊 但這個不是要吃相的問題 沒有啦 這個是長相的問題 他老師 剛好我準備漢堡 你準備漢堡 你就剛好 示範嘛 因為你是前輩 你就用 你教導那一位 張姓藝人 教他怎麼好吃的吃東西 對 這麼巧喔 對啊 Mr.Dirty嗎 我跟你講 對 這個不好示範喔 這個算是我們在 主食美食節目 第二難的食物 漢堡 第一是什麼 第一就是像比如說 調狀類的食物 調狀類 熱狗 熱狗 香蕉 香腸 玉米 為什麼 土瓜 黃瓜 之類的 大黃瓜 什麼 那怎麼會切啊 沒有人就是 一直也要切的 是調狀達人是不是 因為很多人的女人 一起拿 拿型那個調狀的 有些就是 尤其女生的 對 一整個人就 吞下去了 因為畫面很不好看 所以我們都會教他說 一定要從側邊 側耶 沒有從側邊 小小的 老司機啊 搖 小小的 老司機 老司機 那個比較不好看 漢堡畫是第二難 我覺得今天這個漢堡 還算客氣的 因為有一些那個店家做的 國外乳 好厚喔 對 好誇張很誇張的那一種 那個真的很難搖 好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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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喔 還能不能在做旅遊節目 就看這一次了 不然跟張信音人同心 對啦 因為通常太厚的話 其實我們會壓過 外人對 習慣會壓扁 好 來了 這在籃機喔 銷魂 有耶 銷魂漢堡 哇塞 銷魂了 好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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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看 日本那個慕生酥酥塞 在代言這家 它就是這樣吃的 老師 你看吃了不要這樣 幹嘛你又餓了 我想要看 很醜同學吃漢堡 想看 想看 它口味有點餓 想吐 想學啊 老師吃的這個很好看 你看一個重點 因為漢堡一定要吃大口 對 但是你也不能真的那麼大口 你要是嘴巴要張得很開 就一咬其實剛剛好 它感覺很過得好 對不對 大口 你先壓完然後 好醜 好醜 天啊 這是平身的問題 長這樣的問題 沒有 其實還好喔 好還喔 好難吃 漢堡好可憐喔 好難看 你看你這樣 嘴巴就很多的這個奇怪 感覺像是 焚迷霧的東西 就怪怪的 你那個唇樂嘛 你根本沒有什麼表演 好啦 我再 跟那一位張信仁講一下 好不好 謝謝老師 我回去 老師我想問你 就是你主持那麼多節目啊 就是 你有吃過那麼多東西 可是你一定會吃到不好吃啊 你會不會直接表現出來 吃的會不會表現出來喔 你還是要裝得很好吃對不對 喔 有些裝不出來 欸 不會 有些裝不出來 有些不行 有些翻臉喔 直接跑走喔 對啊 不壞 其實我不會裝啦 就是如果說真的吃到 比較不合胃口的 我就是把這個食物的酸甜苦辣 講出來就好 但我們絕口不提口吃 其實就好了 對 這還好 這還好 但我印象中喔 我有吃過一個 很特別的食物 是在那個 菲律賓 有 我記得在菲律賓的公主島 然後在他們那個餐廳裡面啊 都會賣一種食物 它叫做 樹蟲 蛤 它那個樹蟲 它那個樹蟲是生長在那個 紅樹林裡面 我們有帶照片嘛 你看這個 它身上要把它剖開 那油炸嗎 沒有... 我跟你講 它有剖開跟沒剖開的 我還吃沒剖開的 然後是活的 它其實大小 粗度大約就是跟我們手指 差不多一樣粗 然後長度 差不多都是這麼長 那麼長 那是樹蟲還是蛔蟲啊 蛔蟲還沒那麼大的 樹蟲 它是生長在紅樹林的 一種蟲就對了 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在那個餐廳的時候啊 然後 因為要介紹嘛 其實我有點害怕 因為我平常 我連試一下是 生魚片都不太敢吃的 因為我不太喜歡吃生的 所以那次又要吃生的樹蟲 然後只好硬著頭皮嘛 只好吃進去了 我一咬下去那一剎那 那個味道就像你蒐集了 幾百個 朋友的 鼻涕加鼻屎 鼻涕 鼻涕 天啊 塞在腸子裡頭 然後肥肥的你知道 放在嘴巴 口腔一瞬間一咬 瞬間炸開來 鼻涕炸開來 然後你又不能吐出來 你只能硬吞 因為那個在當地啊 其實很多當地的居民 他們也會挺愛吃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 對 一個小吃 然後有些男生很愛吃 聽說有壯陽的作用 所以男生很愛吃 所以那個是他們平常 算是一個道地小吃 所以我在當下如果吃的話 吞出來不行 對 不行 不行 那個太沒有理由 應該就看不到你了 真的 後來我就硬吞進去 然後吞完之後 一樣把它介紹完 介紹完之後 後來攝影師又跟我講說 永烈啊 你可不可以再吃一次 讓我再補一個你吃的話 特寫 對 我想說 這個東西還有需要補特寫嗎 就說拜託再吃一次就好 讓我再補一次 然後我就好 那只好就再吃了 後來我就吞了第二隻 然後一樣咬了炸開 可是那一瞬間 我再也忍不住了 因為我可以承受到第二次 第二次真的承受不來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 真的有反胃的感覺 然後吐在攝影師身上 沒有 我眼前的那個桌子 是他們今天所有工作人員 要吃的晚餐 滿滿的 我是真的已經受不到 要成大防衛 肚子你的東西全部翻出來 就整座全部都是 噴去 他們的晚餐 全部都泡在我那個 嘔吐屋上面 重點是我 通常是我喝了 十二瓶啤酒下去 小便 中文靈 打個鞋 快點 快點 再喝 快點 結束 了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